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16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妄为独报》 我是Cherry 随着新冠疫苗的出现 各国一度暂停的实体外交活动重新活跃 但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6月15日 在推特上转发了一篇文章截图 指出习近平至今已经有18个月没有出访 长达一年半的时间 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罕见一幕 近日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法国 意大利 德国及日本领导人 聚首在英国举行七大工业国峰会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日前也在比利时召开 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16日 也与美国总统拜登破天荒进行了会晤 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在推特上转发了一篇分析文章 指出世界各国政治领导人正在恢复常规的外交活动 但一个不寻常的事实是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已经长达整整一年半未有出访 文章认为 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罕见一幕 蔡霞在转发时评价说 别说外国了 就是中共国近年来也比较罕见有党魁连续18个月 没有走出强国的这堵墙 去外面的世界转转 但与此同时 别的国家却频繁互访 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经翻查记录查时 中共主席习近平实际未出访时长 应为17个月 习近平最后一次出访已经是2020年1月出访缅甸 中共元首这种足不出户的情况在历史上出现过几次 包括 毛泽东自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 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以及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 另外 1968年至1975年期间 中共国家主席一直缺位 1975年至1982年期间 国家主席职务被废除 这些时间当然也没有元首外访可言 有评论认为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百年前夕 习近平却长期在中国大陆趴窝 是由于被主流世界集体孤立 其归根结底的原因是战狼外交在国际上四处惹祸 习近平5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 指示面对新形势要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建构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借此重建中国的国际形象 观察人士表示 习近平的这次讲话罕见地承认了北京被孤立的事实 而这种孤立又因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 以及无效的海外宣传和影响力运动而加剧 美国政府内部文件披露 去年1月底美国因新冠肺炎疫情 对中国发布旅行禁令前 美方掌握到数百名 持美国学生或工作签证的中国公民提前返美 显然早知中国境内疫情严重 因此美国联邦情报机构正在加紧调查 其中是否有可疑的间谍 或对美国本土疫情造成影响 根据美国媒体华盛顿自由灯塔 6月15日报道引述的政府内部文件 去年1月有396名持美国学生或学术交流工作签证 原定1月后才返美的中国公民 纷纷修改原定计划提前返美 当月21日 中国科学家坦诚新冠病毒具有人传人特性 美国也通报首席确诊病例 而当月31日 世界卫生组织判定新冠肺炎为全球公卫紧急事件 时任美国总统川普也宣布对中国采取旅行禁令 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道说 今年6月3日在美国各个国家安全和执法机构之间 分发的内部报告中对此事有所叙述 该报告推测 中国学生比预期更早返回美国 以避免未来因新冠大流行病造成的旅行限制 尽管情报官员尚未断定数百名受调查学生 是否被确认为中共间谍 但学生们修改后的旅行表明 尽管他们的政府和美国卫生官员做出了相反保证 但许多中国公民都知道新冠疫情的严重性 当时即便中共已经将武汉封城 世卫一直没有发布全球卫生紧急状态 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道 对这396名中国公民的行动和目的的调查 人在进行中 但该报告再次表明了 中共官员在暗中为自己采取预防措施的同时 故意隐瞒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严重程度 5月26日 众议院能源和商务监督小组委员会主席 众议员戴安娜·德盖特 支持共和党领导的一项呼吁 要求调查新冠病毒是否从中国研究实验室泄露 来自纽约州的众议员共和党会议主席 艾利斯·斯特·凡尼克和来自佛西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 罗伯特·威特曼6月15日提出了一项 世界理应之道法案 要求对于疫情相关的中共党员和中共卫生机构负责人实施制裁 缅甸的新冠疫情持续蔓延 中共却一改此前严控国民回国的做法 在近期多个地方政府发出通告 要求滞留在缅甸北部的中国籍人员 在今年6月30日前回国 有中国法学家揭露原因 指缅北出现了令中共恐惧的状况 据大陆媒体报道 5月份以来 江西、广东、福建、浙江、贵州、四川等多地政府 发布了对滞留缅甸北部人员的劝返通告 通告已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整治中缅边境跨境犯罪为由 要求滞留缅北人员在今年6月30日前要全部回国 否则将被严惩 多年前偷渡到缅北孟拉第四特区的出租车司机向媒体透露 5月份以来 在缅北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接到了老家村长或派出所打来的电话 让他们限期回国 中共当局在通告中称 不回国者其家属也要受到牵连 包括影响入学、就业、薪水、银行账户等 旅居澳洲的中国法学家、前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袁洪斌 近日在海外媒体看中国揭露背后原因指出 中国革命党在缅北建立了武装反抗中共的政治基地 它由十多个组织和团体共同形成 其中有一个团队叫V字旅 去年9月 V字旅发出了一个政治宣言式视频 表示要通过民主革命、武装反抗的方式 来实行人民在暴政前起义的权利 继而摧毁中共政权 据海外自由生活网站最新发布的消息 自2021年4月以来 中共趁缅甸大动乱之际 再派出大批国安人员秘密进入缅甸 特别是中缅泰交界的金三角地区 企图对缅北出现的武装反抗中共暴政的基地 包括有代表性的V字旅、中国自由军 再次进行围剿 袁洪斌说 此前中共不断通过污名化这支力量 并把缅北地区说成是犯罪集团、诈骗集团、贩毒集团 和走私枪支的地方 想通过大外宣和大内宣 用他们谎言的铁幕来遮盖住 缅北已经出现了武装反抗中共暴政政治基地的这个事实 袁洪斌表示 中共对V字旅如此恐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害怕V字旅所起的示范和榜样作用 日本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辉瑞疫苗对抗新冠病毒变种毒株的效率偏低 这一结果与英国数日前发布的同类研究结果大相径庭 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国立国际医疗研究收集受试者血液 观察接种疫苗后血液内的中和抗体数值 并以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病毒株作为对照 发现辉瑞疫苗对英国阿法变种毒株 以印度Delta变种毒株的保护力不足50% 对南非β变种病毒保护力更不到33.4% 日本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所长满屋玉民表示 辉瑞疫苗的保护效果并非完全消失 为防止新型变种毒株重要的准备工作 不仅是开发疫苗 也需要开发强而有力的新型抗病毒药物 外界注意到 英国英格兰公共卫生局在6月14日 也公布了该国研究机构的同类研究成果 英国方面得出的数据则显示 接种两剂辉瑞疫苗对抗阿法变种毒株的效率可达93% 对抗Delta变种毒株的效率则为88% 另据路透社今年5月底发表的报道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也就辉瑞疫苗对抗变种毒株的效率情况进行了研究 该所对法国中北部城市奥尔良的28名医护人员进行了抽样调查 这些人员中有16人已接种了两剂辉瑞疫苗 另外12人则已接种了两剂或一剂阿斯利康疫苗 巴斯德研究所科学主管施瓦兹告诉媒体 他们的研究发现接种两剂辉瑞疫苗的人 体内产生的抗体对抗印度Delta变种病毒的效率 仅是对抗英国和南非变种病毒效率的三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而只接种了一剂AC疫苗者 体内抗体对印度变种病毒则极无抑制作用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